这会起因手机耗电耗得凶 有的甚至一天要插线充电好几次 而现在国际手机大厂要让充电更省事 传出三星正在研发可以隔空来帮手机无线充电的技术 只不过专家现在提醒了 目前无线充电效能转换率比较低 充饱电其实要更久 时间可能得多花两倍 手机放上这块板子 仔细看没有任何传输线却已经开始再充电 因为这是最新无线充电技术 就连行动电源只要有支援无线一样也能充饱电 原理就是透过充电板里头有线圈磁感应 省去插线传输 但一定要贴着充电板才有电 外传三星还要推更厉害的 未来手机拿离开充电板一样也能供电 传出三星正在研发磁共振 在一定范围之内能够隔空充电 而且下一代机王S5就会推出噱头十足 只是无线比起有线 要充饱电恐怕得等更久 传统行动电源它输出都已经可以做到2.1A了 但是以无线充电来说的话 如果它今天要跟传统的比较起来的话 它必须多花两倍的时间才可以把你的行动装置充饱 传统行动电源目前还是市场主流 就怕被新技术比下去就有业者大玩Cuso 行动电源外壳跟日本流行的旅观饮料 size大小配色都故意做得一模一样 这个好像咖啡喔 可是买这个会不会被我妈丢啦 这是USB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到动了 人手一支智慧手机时代 手机大厂带头钻研充电技术 更看得出来周边配件也成了庞大商机 中文新闻前面小林杰台北采访报道